好,那我們現在把電池都換掉 這一次我換的電池是Trust Fire 其實重點是一顆是3.7V 而它充薄的話薄一點會到4.2V 算是相當高電壓的一種電池 在今天的情況下我裝了3顆 加起來合計將近12V 現在你可以看一下,聽一下它的聲音 聽起來就像吹風機一樣,快要蓋過我的說話聲了 而打出來的威力大概大了3、4倍 雖然可能看不出來,但我們還是要擊發看看子彈 剛剛應該有聽到一個哀嚎聲 就是被打中有人的感覺 所以加電壓最好不要直接往邊上打 好,那既然是開箱文的話就要開得徹底 這邊螺絲我都已經拆掉了 它記得分類一下,它有長短客製分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它內部構造是這樣子的 它有兩顆馬達驅動 然後以及 它的一些連動的開關 這邊有一顆 兩顆 三顆 這三顆 都按下去它電路才會通 所以其實 它有很多不必要的部分 另外它還有兩個 兩個 那個 推格的 板機的扣 扣 一個是在這個位置 那另外一個是在這邊這個位置 因為我不喜歡說它板機會一直 沒有辦法讓我如意的這樣扣動 所以等一下我會把這兩個東西給移除掉 另外馬達上面這裡有四顆黃色的 黃色的這個是電阻 這會使輸入的電壓 給它稍微降壓一點 所以等一下這多餘的部分 等一下也會移除掉 包括開關 只會保留這邊這個位置的開關 然後這邊全部移除掉 好現在讓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可不可以作動 要靠很多人才可以擊發這個子彈 喔~~太好了太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把一些多餘的電路 都全部拆掉了 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保護電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接好之後的情況 黑色是附紅色的陣 連接電池的負極連接電池的這邊 連接馬達的其中一端 另外一端紅線陣極 兩邊都會連到開關的地方 那我們試一下 這原聲然後用的是一般式克的2A電池 聲音強度感覺是比原聲的好很多了 另外我把這邊的部件 這兩個東西給溢出掉 這是它的那個板機的鎖 這沒有必要 另外把這邊給修剪掉了 這也是板機的鎖 這也是我不想要有地方 我們現在全部已經組裝回去了 那我們來設計測試一下 通常加印一下三顆伺服的電池 再次強調一下 這是很危險的 一般情況請不要改成這樣子 也不要直接對著人這樣設 那你還設我 總之就是這樣子 謝謝觀賞 好 等一下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別囉嗦啦 幹他你拍影片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